3個中產檔, 錄音那一刻未確實的措施 但已經放風出來了 陳茂波會聯同商務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及運輸局長陳凡 公佈有一連串的支援企業措施 其中一個是有鑑依依加來香港的旅客 原來比去年少了一半 所以他們希望有一些資助 這是好笑的, 首先第一件事是資助香港人去旅遊 不要說消費, 資助指揮者不要留在床上 其實他資助了, 我資助走那些有錢路 免得沒有人看, 所有資助有錢路 原因是來港的旅客比例按年少了一半 但他的措施就是資助香港的旅客向外遊 但資助也好笑, 資助香港人買機票的費用 每人一百二十元 另外, 還可能會有其他優惠, 但未確實 反正如何吸引旅客來香港, 他會資助旅客入住酒店 大概每個人會每晚有一百元津貼 但要不需要付回單單? 我不知道, 什麼都沒有說 但當你聽完這些事, 所謂是瘋狂地罵 當然, 香港人最關心的是, 現在我去機場要付小百二元 你現在當作乞丐嗎? 我就是不明白, 昨晚幫不是未試過 當日你派四千元, 人們都已經說了四千元, 應該當作乞丐嗎? 現在你又做到這樣的事 例如你相比, 不是的, 有時你派得少, 有些人吵 例如上次銷證報告, 林鄭就說 你的交通津貼, 由三百元加到四百元 雖然不是很多人贊 但起碼沒有人罵 我看看比例, 我去一次旅行的話 一文幾千年就小肚 一文幾千年就小肚 一文幾千年就欠百二元, 為什麼呢? 這些就有些人說了 這些就是行為經濟學的感覺 你三百元加四百元就好了 你萬二元減一百元就沒有 但其實都是一樣, 但都有不同的 大哥, 我搭車天天都要搭 我不是經常去旅行的, 我一年去兩次 難道我每次機場就跟我減二百多 你一年減四百元 我就是不明白 第一件事, 陳茂波 雖然中央看著你 但有很多人應該可以放手去做 為什麼經常做些細微細眼的事 我講一些基本的事實 陳茂波作案會計師 會計師就是這樣做這些事 就是做這些事 就是做些婆娜素 所以就變成她的事實 她的事實不是大 她的事實是一個書記者 不是一個很大基壽的發展 即不是一個政治家 其實是做不到財政司司 但當然有在話的藍絲 我認為她應該做 因為可靠 最重要是可靠的人看著你的荷包 你很可靠 你很可靠 你絕對不能做 陳茂波真的很可靠 又搞劏房又這 這不是很中手的規則 可靠的意思是你看著我的 包括你搞劏房關我鬼事 即是阿爺的眼睛 你問我 要花多少 阿爺一定有畫了一條線 我就不相信 阿爺對於財政司 沒有一個Hard Line 我覺得不用多 所有財政司都一定是 但問題是 不用多 你也有很多方式可以派 為何可以派得這麼高 其實這件事 因為她其實不太大路 不太大路上班 她其實只不過是 有些旅行界的人 可能叫阿林見岳來說一件事 那些人就這樣 即是派回 我交了工 我做了事 你酒店沒有生意嗎 每人津貼一百元 在她來說 她不是想那些事有沒有用 而是你遊說我 我做了一件事給你 我做了 你又沒用 我再想 她解決了 她不需要去想 問題不是需要解決問題 你去看醫生 她醫生不需要給對的東西 她試試給你就可以 我也覺得像是 因為財政線 你現在面對群眾 你怎會去想旅遊業 現在香港這麼多東西 這麼嚴重 你先想想最嚴重的東西 剛剛有一個旅遊業 我都覺得是極大機會 剛剛有一個 例如林健樂 有力的旅遊人士 她不斷做一些事 她來說 她要做最最最最最最最的 她的智力有限 因為她對於財務的 始終你做會計師 和你做一個財政師 是兩回事 其實如果你做一個財政師 你是找一個大公司CEO 即是以前彭麗智這樣做 是好過找一個會計師 其實她本身做會計師 是不夠資格做的 還是一個不是做大公司的會計師 所以她就會用一些她自己計算的 那種會計師的思維去做 即是其實她是在她的專業 發揮了她的專業的想法 這些加加減減很少的數 又不用過立法會 以我的概念 即是不會有那麼大壓力 過不過得到 做了就算了 我覺得你派錢 一定不會有人反對 我覺得問題是在於什麼 就是她有沒有想過做一些事情 是會令到人更加生氣的 即是我明白 即是我經常都說 我當然知道共產黨很緊張 甚至她當然要找你 她不會找你一些很有大志的人 為何要特意找你做財政師 沒有找你 因為她知道你心胸狹窄 眼界很小 那你就一定不會搞亂檔 但反過來 不會搞亂檔還搞亂檔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好一點 例如林鄭做八達通交通津貼 我覺得很成功 因為香港人都喜歡計算普拉數 你如果說我搭車 即是整個手都想落 那位曾經是財政師 但一個大前提就是 那位是梁振英 如果是梁振英 然後我們有朋友千仲師 都說 有些人就會抄出一些新聞 當日起第三跑 每個人都要給經濟的位置90元 這個長途有幾百六元的建設費 那你就開始明白陳茂波的財政師 覺得當時我拿了一塊去做三跑建設費 我就會反過來 但問題是政治不是這樣去看 你之前收多了 你現在還給你 現在還給你 你應該開心 一般人的心理就是 你現在更生氣 相比現在社會有這麼大的問題 你做這麼濕碎的事情 你只會令人覺得 你明明可以做多一點 你不做是更好 這令我很廢解 政治有些事情 你完全不明白 你又不是沒有錢 你又不會有人掣索你 為何你做完的事情 可以比以前更差 這是我覺得香港政治很奇怪的事情 但當然 現在我們講話 亦都很奇怪 因為今夏年4月才是財政預算案 但你就發覺已經有很多事情 成熟一項推一項 已經將財政預算案斬了十幾樓出 最先陳茂波突然推出來 要搞什麼什麼什麼 增加派堂措施 又公屋免租一個月 四千元的關愛基金 可否再派賣 學生有津貼 林鄭出來又說 我們現在又可以搞多些津貼 給你們申請 然後陳茂波又出來說 不如酒店有八二元 等不到阿年4月 對呀 你等不到不要緊 反正你現在變成什麼 我經常都覺得像是 你被人踢踢便可以動 我覺得他反而拿出來讓你們吵 不要吵其他事情 不要吵其他事情 這個如果這樣說是有作用 但如果純從做一些 我想你真的要解決一些問題 不是小微小眼的事情可以解決 但如果你問我 你如果早就知道 你是會被人逼到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你不一招 然後你就慢慢捉摸到 林鄭政府的邏輯 就是我死都盯著 民主也好 反送中也好 你吵 吵就鬆一點點出來 很多人都已經說過 如果林鄭早三個月 收回反送中條例 今天就不會搞到一鑊足了 那你現在才放鬆 你現在才放鬆 人家要的事情已經叫大了很多 但這些是很人性的 就像我們跟老婆、女朋友說鬆 他一開始要你買些什麼 你當然知道阿Jo又不買 他叫他買鑽石 買大鑽石 然後買鑽石 就算了 根本就是這樣 但問題是 原本人家叫你買鑽石 你買鑽石 最遲很多才買 那都可以 人家叫你買鑽石 你給他一條毛 那你是不是真的撩士鬥飛 好 然後搞到人家叫離婚 然後才拿鑽石 我現在就不會說 你現在才跟我說拿鑽石 但已經試過很多次 林鄭已經示範給陳茉波看 逐樣逐樣撕是不合理的 逐樣逐樣撕 只會令人更生氣 為何陳茉波還可以堅持做這件事 他覺得這件事 不是你要求的 也要給你 你不是要求我 機場退一千元 你是自動自覺的 那件事 你老婆沒有要求你 五大報告 然後你就說 女老婆叫你不要去滾 你就加二百元加用 那不可以打托嗎 是呀 但問題是她加二百元加用 那一刻 有時都可能有些用 我就是不明白 這些是我們都明白的common sense 作為一個官 你沒理由不知道 林鄭我還可以體諒 因為有很多事情 可能是中央拿著 不到她說事 派錢這些東西 就肯定是陳茉波 你可以說到事 除了數量 我就覺得說不到事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覺得一個問題就是 整個政府的問題就是 其實林鄭和陳茉波 都是沒有common sense 我不能說她們是很蠢的人 如果陳茉波 如果你懂得這樣劏房的話 她絕對不是蠢 林鄭也不是蠢的人 但她們沒有common sense 她們不知道 民間是怎樣想的 因為她們當然 八二元對她是沒有用的 但她們覺得八二元對你有用 她們不知道什麼對你有用 什麼對你沒有用 因為她來講 派八二元和派一千二元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她來講 或者派一千二元 派一千二元 如果沒有用就更糟了 那派八二元先試試 不是這樣說 譬如我去到商品市場 那個東西貴不貴 那個杯麵 究竟應該是賣十元 還是十八元 在我來說沒有感覺 我明白嗎 我沒有那個概念 所以當你沒有那個概念 實際上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林鄭和陳茂波都是這樣的人 她沒有common sense 她可能很聰明 但你要買common sense 即她沒有那個 這個令我想 我們之前說的 諾貝爾經濟學長也有提過 就好像有錢國家去津貼窮國 我給了一些食物津貼你 你應該搞定 為什麼會搞來搞去 經濟會越搞越壞 她完全不明白 她覺得我很rational 我很有logic 你們應該全部人都跟我想 但這個世界就是很多人 就是不喜歡跟你想 他們那種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他們根本不知道 其實因為所有東西對他們都無效 即是你無論派錢 甚至可能減稅 甚至所有東西對他們都無效 所以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有效 她不是認為那樣東西有 她想那樣東西是有效 想那百二蚊是有效的 因為其實派萬二蚊對她都無效的 不派她也無效的 你還要扣她萬二蚊 她都無效的 那你叫她能夠明白 就是外星人 你怎麼不可以明白 地球人的感覺 他們那種沒有common sense 即是林鄭和陳茂邦那種 沒有common sense 在這裏 即是她就是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 完全與她無關的 她不會想 假如是那個逃犯 或者假如是那個人 她想不明白 她不明白 她連林鄭月娥那種離地的方法 她是不但不明白人家想什麼 她連有錢人想什麼都不明白 你明白嗎 即是陳茂波也是 因為她作為一個有錢人 她其實是一個離地的有錢人 因為是一個做大生意的人 譬如說李嘉誠那些 她不是靠做劏房發達的 所以她不是做一些細微細眼的發達 她也沒有做這些東西的經驗 所以於是陳茂波還沒有做過大生意 她是做一些細微細眼的事 劏房炒房炒房發達的發達 所以她不明白那些做大生意的人 怎麼想 應該是整個政府 她對整個民間 是說不但民間 兼且對有錢人都沒有感覺 所以是離地得很重要 其實也不關你們的事 只不過是自我封閉了 連她同一群組的人都不知道 那些不是同一群組的人 難道李嘉誠和林鄭月娥 這個世界不會有些人 是你永遠 一定要跟自己正確一樣 才知道別人是怎樣想的 那倒是 這是一個很極極的個案 他們兩個都是這樣 即是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這個似是 你連身邊找一個人去聊一下 究竟情況是怎樣都沒有 只會是這樣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